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寿花 我们都知道长寿花如果开花多 它的花朵全部触庸成团了 花量非常的壮观 但是很多花有的长寿花 可能开花开了很少 只开了几朵花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它的花量增多 让它处于一种爆棚的状态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吃一种肥 这种肥就是专门给它开花的肥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肥水 用来养这个长寿花 可以让它的花量大增 这个水的话就是用黄豆加上白醋制作而成的 我们都知道黄豆 它里面的营养元素特别的高 我们将它经过发酵复苏之后 可以分解出非常丰富的氮磷钾元素 用它来养长寿花 可以让长寿花的营养更加的丰盛 然后开花的才会更加的多 可能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白醋 白醋里面它主要的成分是畜栓 它可以栓化土壤 还可以增强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 可以让这个黄豆水它的肥力的大增 所以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就是强强联合了 那么怎么使用呢 首先我们将这个黄豆先把它泡发 然后把它放在高压锅里面煮一煮 把这个煮好的黄豆和这个煮黄豆的水 一起放在塑料瓶里面 大概放七八分满的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点这个白醋 这个白醋不仅可以让它的肥力大增 然后它还可以去除这个黄豆 它腐疏的时候产生的异味 之后把它密封发酵好 放在太阳底下密封发酵 大概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腐疏好了 腐疏好之后我们对水稀释50倍左右 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给这个长寿花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长寿花吸收了这个营养成分 它的生长就会特别旺盛 那么它的花量自然就会增多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